游电厂长现在紧缩民众购物的预算 而汽车也开始大大促销了 汽车业者在两大龙头厂 也打出了破盘价来吸引买气 更是冷清 逼得汽车业打出促销降价吸引买气 以前破盘价的时候 很多客人他会赶快买车看车 现在有啦 但是好像没有那么热肉 打出破盘价格买气还是持平 店外挂上破盘价不调 买气还是没回升 总市占率四成的机车龙头大厂 年初调涨价格1500元 原价51300的机车 上个月寄出破盘价 49800元拉漏买气 另外一家大厂一次促销两款机车 除了同样打出破盘价49800元之外 另外一台将近6万元的125机车 也降价13% 51800元杀出破盘价促销 买气好像不好 为什么 差很多 只看不买啊 不是啊 看一看问一问就走了 就怕只是雷声大 余天笑 刺激不了 太多业绩 主要新闻王群鹤 黄熊人台北 前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声